本次車禍發生是在今天晚上6點多 在我們安堪路476號前 他這個真姓未成年 他是駕駛他主務的車主 就是因為他這個疑似車速過快 然後不慎就是送到這個賣豬血湯的這個店內 造成三名民眾分別送三菌種醫院 北醫跟細子活胎醫院急救中 另外兩名傷者送這個細子活胎醫院 我們在車上是不是有找到煙彈 那目前是怎麼了解他這邊都比有關還是沒關係 我們在車上找到什麼 我們在車上有找到煙彈的部分 是一般的電子煙的煙彈 那經過我們初步的檢驗結果是陰性 所以有毒駕或酒駕的可能嗎 目前初步排除是沒有毒駕跟酒駕的可能性 有毒疫情 風吹的動靜 他們有毒駕的點燈 唯一有毒徑 很心臟 大家都在此 摔機器 吧 我們在路上 開 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